特殊節日很多民眾喜歡吃大餐來慶祝 不過在臺中這對許姓夫妻說情人節 他們吃出一肚子氣 當時到臺中大理的一間燒肉店用餐 服務生告知情人節是國定假日 只能夠點價格九百八十八元以上的套餐 夫妻倆硬著頭皮燒費 餐廳做出了解釋 當天的確是依照特殊節日收費 不過點餐之前就有事先告知 往後也會在菜單上註明 澳洲和牛放到火爐上滋滋作響 飄出濃郁香氣 不過卻有民眾到燒肉店用餐 吃出一肚子氣 台中一對許姓夫妻情人節到台中大理 一家燒肉店用餐 服務生告知情人節是國定假日 只能點價格九百八十八元以上的套餐 讓夫妻倆當場傻眼 只好硬著頭皮消費 那就換別間吃就好 我覺得OK OK喔 為什麼 不然夠錢開心就好 民眾看法不一 不過比原本預期多致付了近千元 讓許姓夫妻好不滿 餐廳業者出面解釋 當天確實是依特殊節日收費 但店餐前都有事先告知 當天是有反應說價格有點高 然後他也覺得 好那就坐下來一起去吃 然後夫人在做定位 或是現場介紹的時候 都會做相關的一個說明 所以到用完餐離開 對我們來講會再去做投訴 坦白說會覺得有點委屈 每家餐廳遇到特殊節日消費規定不一樣 像是連鎖餐廳 網品集團 烏碼燒肉 韓清錦澤國物 情人節 聖誕節等特殊節日 部分平假日價格都統一 而這一鍋燒肉同化 特殊節日在平日的話 會依人士 刑事局公告 只要他有清楚揭露說當天的飲食的品項跟金額的話 那其實他就符合消保法相關的規定 消保官表示餐廳業者針對特定節日推出限定套餐 只要業者有向顧客詳細說明或標示揭露清楚 要不要繼續消費都是消費者的自由 而該餐廳為了避免同樣的事件再發生 往後會在菜單上註明清楚 記者楊楊吉林佳穎 台中 採訪報導